2013年韩国媒体《会声会影》揭露 朝鲜当局用机关枪处决了十多位艺术家 据说他们涉嫌拍摄性爱影片 其中竟然还包括金正恩的旧情人 著名歌手玄松岳 他有个美丽的外号叫朝鲜邓丽君 那这件事是完全满足了吃瓜群众的八卦心理 朝鲜色情杀人旧情人无一不是点击率的催化剂 于是有关消息就被大量转载众人津津乐道 在那以后很多人就再也没有关注那位金正恩的旧情人了 毕竟他已经死了嘛 哪还会有消息呢 然后最近吃瓜群众要是不经意瞄到新闻画面的话 或许一时会愣住了 为什么呢 接下来请大家放心 因为我们播放的不是惊悚电影 他不是从坟墓里爬出来的 而是他根本就没死 他现在举手投足都成为国际媒体的焦点 朝韩两国关系透出和平曙光 朝鲜派代表团赴韩国考察冬季奥运会的表演场地 所到之处都是被韩国警方媒体一军围观群众层层包围 而焦点都落在一个人身上 朝鲜代表团的领导人玄松岳 她也是早前朝韩会谈席间的唯一女性代表 英国广播公司BBC更形容 玄松岳抢阻了会谈的风头 大家对这一位传闻当中金正恩的旧爱异常感兴趣 她被称为是朝鲜的邓丽君 她领导的牡丹丰乐团被称为是朝鲜的少女时代 如今她已经打入朝鲜政治核心圈 韩国方面把她视为实权人物 韩国媒体则从她手中拿的包包来鉴定她的尊贵地位 据他们猜测 玄松岳拿的爱马仕定制包市价7万令吉左右 其实在2015年 玄松岳也曾率团到中国 当时她的香奈儿包包就已经被媒体炒作一轮了 但是外界对于玄松岳的绅士家庭背景 甚至年龄其实都不太了解 大家其实都是听着传闻看她长大的 传闻说金正恩在国外留学的时候 朝鲜派玄松岳去陪太子读书 后来两个人恋爱了却遭到金正日反对 又是传闻说 她其实是金正日的情妇 她演唱骏马姑娘的时候被金正日一眼向重 无论如何 不管两人的关系是不是真的好到像传闻所说的那么亲密 玄松岳在韩国的地位 在朝鲜的地位 确实目前是不需要质疑的 她已经是一个传奇性人物 然而她这一次率领代表团到韩国考察 也并不是如表面所看到的一帆风顺 反对朝鲜到访韩国的其实也大有人在 昨天被传世金正恩绯闻女友的玄松岳 率团先后视察江林和首尔的场馆时 有上百名保守派人士 聚集在首尔车站外举步条 以及韩国国旗示威 情绪激动的示威者 除了踩踏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肖像 以及朝鲜国旗 还焚烧了统一旗 抗议韩国政府 同意让朝鲜参加冬奥会 示威者们认为 这根本是充满平壤色彩的平昌冬奥会 韩国政府根本是间接地在为朝鲜政权宣传 认同金正恩 考察团在一片反对声浪当中 结束了两天的行程 昨天晚上在入境检查站 跟韩国官员道别之后 乘坐巴士穿过统一桥回到朝鲜 预计朝鲜方面会根据考察团的考察结果 来敲定朝鲜艺术团 在首尔以及江陵演出的日期以及场地 送走了朝鲜考察团之后 韩国今天早上也派出了 12人阵容的先前队 乘坐巴士越过军事分界线 进入朝鲜境内 率队的韩国统一部官员表示 这一次是为平昌冬奥会的前期活动 也就是朝韩联合文化表演 以及参赛选手联合训练来做准备 马语永食器层的南部 北部合作为了要继续的练习 所以,要继续的练习 可以做得更好看的 有关系的练习 林刘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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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刘成员